这次熔灯必比灯推介的美食名单 还有这家在台北已经经营了 二十多年的台菜餐厅 招牌在佛跳墙 里头放进了干贝 鱼翅 鲍鱼等等 有十多种的配料 蒸上两个小时 融合所有海陆食材的精华 把汤头熬到了香醇浓郁 另外这道煎丝瓜 还特别加了虾仁 把丝瓜煎到了外皮金黄 而且口感软嫩鲜甜 这道菜相当受到欢迎 其实老板娘黄慧珍 原本是跟母亲一块经营 但是一年多前母亲过世 黄慧珍坚持要把妈妈的好手艺传承下来 于是独自扛起了经营重任 如今做出了好口碑 这一家我就觉得比较像家常菜 然后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而且这种气氛就比较像朋友在一起 比较热络一点 那这佛料奖也是我朋友点的 然后说这是他们的招白菜 还蛮道地的 食材也很丰富 然后那个味道啊 那个甜度啊都是蛮适中的 还蛮推荐大家的 这家台菜小馆让客人感觉 像是来到自家厨房 因为老板娘做菜真材实料 招牌的佛跳墙 用了十多种海陆食材 鱼翅 干贝 罐头包 海参 还有猪肚 猪脚 这些看似简单的食材 都必须事先处理过 过程很费功 腌过的猪脚得经过高温油炸 去那个腥味 猪的味道 那个猪 然后可以挺香 炸锅比较挺香 炸锅之后还要再卤过 让每只猪脚充满卤汁香气 另一头还要帮腌渍过的 鸡肉和猪肚 好好按摩入味 才能下锅油炸 这间老板娘黄慧珍 一边备料一边切菜 一刻不能停 她说做狗跳墙 每样食材都马虎不得 很会拱 对 因为每个东西少的一部分 少的一样东西都还要 在准备齐全 像鱼皮要煮过 少一份都不能做 全只还要再炸过 而且要泡过炸过很会死 十多种的材料 依序放进翁里加入鸡膏汤 提升鲜甜味 再放进竹制蒸笼蒸上两个小时 经过耐心与等待的佛跳墙 每一池都是丰富好料 炖到入味的猪脚几乎入口即化 扎实的芋头香浓而绵密 两小时炖煮精华的汤头 没有过多调味 尝得到最甘纯的滋味 我觉得它有把那个 台菜的特色放进来 就是说会稍微甜一点嘛 然后但是它的甜就是 是利用食材的那个 自然甜味去提出来的 而不是加糖 那所以那个吃起来 感觉蛮好的 老板娘黄慧珍的好手艺 其实来自妈妈 二十多年前 黄慧珍和妈妈徐美丽 一起经营台菜餐厅 母女俩携手做出的美道菜 深受客人喜爱 但难过的是 妈妈一年前因病过世 黄慧珍得一个人扛起整家店 一直跟妈妈一起共同穿 一起经营 像嫂有妈妈一个自助 就我一个人 我当然会有压力啊 黄慧珍只能坚强面对 把对妈妈的思念 完全寄托在料理上 细心刷洗红蚀的杂质 延续妈妈的好味道 红蚀冬粉这道菜 得将红蚀先下锅油炸 炸到外酥里嫩 提升口感 加入洋葱 蔬菜拌炒 增加鲜甜滋味 再加进冬粉 让每一条冬粉吸附饱满汤汁 最后再和红蚀蒙煮入味 用心炖煮的红蚀冬粉 有着想念妈妈的味道 炸到表面微酥的红蚀 看得到丰富蟹黄 肉质吃来扎实细嫩 吸附汤汁的冬粉 口感Q弹 充满浓浓鲜味 很丰富啊 它每一样都很丰富啊 香蚀很新鲜 然后那个旁色又很好 肉吃起来口味很好 为了延续家传口味 现在黄慧珍的丈夫和儿子 也一起在店里帮忙 招牌的卤肠味道不能变 不同于一般的猪肠 他们选的是猪肠头 它那个嚼劲啊 比较会会比较嫩 不像一般猪肠 好像会嚼起来就是 像它会稀 有那个肠子那种湿 好像肉湿那种湿 像这种就不会 每条猪肠头不只用清水冲洗 还得加盐 地瓜粉和啤酒 将肠子里面的黏膜 反复清洗干净 要让肠子吃来有嚼劲 就在这穿肠的功夫 就是要看肠子 它肠子有大有小 就会比较宽 宽的话穿起来就会感觉它比较蓬松 我们都会就是要经过挑 像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刚好 穿下去密度会比较好 蒸煮过的猪肠和卤好的萝卜 三层肉一起炖煮 吸附浓郁卤汁更加入味 延续妈妈味的卤肠 吸附甘甜卤汁越嚼越香 口感弹牙 卤到软烂的萝卜相当入味 咸而不腻 它有那个把菜头的甜提出来 然后它的肠子乳得也非常到位 然后吃的时候完全不会觉得 嚼不动或者是说太软烂 恰到好处 每桌必点的煎丝瓜 现点现做可得费心等待 拌炒过后的丝瓜得先降温 才能加入虾仁地瓜粉 均匀搅拌下锅油煎 因为那个菜瓜它是煎的时候炒 要降温才可以再煎 如果说没有降温的话 它会糊掉 不能太齐 就是有人在吹菜的时候 也没办法说很快的赶出一道菜 它很容易烧焦 所以火也不能太大 它里面又要熟又要香 不然说没有香味这样子 要有跟恰恰的焦黄色那种 讲求火猴拿捏的煎丝瓜 现在是交给先生负责料理 但回想当初 黄真祥可是花了一个月 才苦学而成 就是从谁翻面 就每天都在翻 学习都在翻 煎和包蛋也在翻 然后用那个菜瓜布 然后学习这样子一直翻一直翻 下足功夫的煎丝瓜 樸实又美味 金黄色的外皮底下 包裹着软嫩的丝瓜 滋味鲜甜却不油腻 还看得到饱满的虾仁 从妈妈交棒到女儿 二十多年来不变得好味道 如今凝聚一家人 一起同心协力 要让记忆中满旺的妈妈味 永续飘香